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导我们修行下手 也是从三业清静上住手 善护口业不及他顾 善护身业不犯律 善护意业清静无染 十善业道 修身一定要落在十善业道 这个《无量寿经》讲的三种真实 跟大学上的三纲完全相同 本经讲的开化显示震慑之计 就是大学里面讲的明明的 慧于真实之力 就是大学上讲的清明 诸真实慧 就是大学讲的知语之人 你们同学想想 是不是 如跟佛说法有差别的 实际上是圆容的 我们必须做到这三点 然后佛才教给我们 善护三业 你们想想看 这个是世尊跟空老父子的教学 我们把它比照比照 他们两个过去没见过面 也没有通过训 所说的 所教的 居然完全相同 这正是谚语里头所说的 英雄所见 大略相同 这些人 是真正的英雄浩劫 真正是不为自己 是为了苦难的众生 所以 他们都从事于社会教学工作 现在人说的 这是社会教育学家了 他们一生所作所为 是社会教育义务的工作者 一生不求报酬 不求改善他生活品质 他不求这个 一生不疲 不厌点 教导 教导 教导一切众生 这种精神 这种德行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去体会 去学习 然后我们想到 恢复社会正常的秩序 是可能的 不是一个难死 我在马来西亚 有同学问我 要我用最简单的几个字 提供修学的要理 我说的八个字 忠孝仁爱 理义廉耻 忠孝仁爱 是儒家说的 理义廉耻 是管仲说的 管仲古时候 把它列入道家 我们今天社会 去缺少这八个字 我们要提倡 怎么提倡法呢 要从自身做起 我们自己做不到 教别人做 别人不相信 自己做到 劝别人 别人就相信了 释迦牟尼佛 劝人看破放下 如果他是个王子 他将来继承王位 劝人看破放下 几个人相信他的话 他是也切王位了 到外面去 原门拓拨了 他叫人看破放下 人家相信 他自己真的看破放下 他自己真的看破放下了 这所谓是 听其言而观其行 他真的是 做到说到 还不是说到做到 先做到 然后再跟你说 这个我们听了之后 没话讲了 我们不能不信奉 不能不依教奉行 这是从尽力常然 无衰无变 我们做了这两句 看看我们现实的社会 感慨还钱 我们应该怎样学习 怎样来落实在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 古大德 对这年居 有解释 唐朝 唐朝 尘导大死 就有 狠透辟的发挥 他根据 佛提论里面 讲常 有三种 一种是 本性常 第二种是 不断常 第三种是 相续常 本性常 发生 发生 也叫本性 也叫自信 也叫真如 无生 无灭 这是什么呢 现代 哲学里面所讲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在佛法里称为 发生 称发生这个意思很好 虚空 发界 万事万法 都从他而生 它是一切万法的根本 它是能生 一切万法是所生 所生之法 有生有灭 能生之法 无生无灭 这是常人 西方极乐世界 是法信徒 所以建立常人 那么我们今天 住的这个图 是什么图 其实也是 发信徒 你怎么能立刻发信 立刻发信 哪里有图 那这个地方 毛病到底出在哪里 出在了这项不坚信 我们的问题出在这里 我们执着像 像是所生的 叫法相 我们执着法相 而不知道发信 假如你在法相上 见到发信了 我们这个地方 也是建立常人 也是无衰无变 那么由此刻之 毛病还是发生 在我们自己本身 真是真相 偶尔大师所说的 偶尔大师跟谭 僧方丈 一段 简短的开示 说 静于无好丑 好丑 其余心 我们用的是分别心 用的是妄想心 用的是执着心 所以 见相不见心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永远离开妄想 分别执着 所以他见相 就是见心 性相 一如 性相 不二 所以从性上来讲 是本性 常 发生 不断 常是讲的报神 报神 本利发生 发生 无生无灭 所以报神 没有间断 相续常 相续 那就是完全讲的相分 应化神 硬化神 有生 有灭 那怎么叫常呢 生灭 下去 就像普门评里面所说的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实现什么神 射方世界 无处不信身 无实不信身 这是应身场 相续场 跟我们平常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何以不空 相续不空 那么我们 这三种场 都有啊 很可惜的 前面两种场 不知道 不知不觉 完全迷失了 这个相续场 天天在干 人死了 马上轮回又投胎了 又生了 在这个六道里面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永远在相续不断 相续场 这个是宇宙真相 那么有一些年轻人 不相信生死轮回 中国古界里面记载的很多 现在我们常常听说的也不少 中国人总不相信中国人嘛 中国人总是相信外国人嘛 那这有什么法子呢 这叫丧失民族自信心 所以现在我找一批外国的同学们 专门在外国给我收集英国轮回的 这一些资料 他们有寄信寄过来的 有传真转过来的 今天我还收到一份 我是英文的 要找同学来翻译 外国杂志暴障里 常常登的有啊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就是假的 相续不断 因果不空啊 诸位如果真真 明了这些四十真相 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齐心动念 自然就收敛了 我们一生的规遇 不会冤天诱人 知道什么呢 亦营亦捉莫非前定 谁给你定的 自己定的 不是别人定的 与别人总无交叉 所以命运是自己造的 命运自己可以改变 我看到黎金游 那个小儿子 小儿子 今年才五岁 非常爱护小动物 他有最好的朋友 我说最好朋友 是谁呀 他说最小最小的 那蚂蚁是不是 他点头是 蚂蚁是他的好朋友 他看到别的小朋友的时候 要采了个蚂蚁 他就告诉他 你要是蚂蚁 愿不愿意别人 拆死你 这小朋友是善根的 有慈悲心的 一只小蚂蚁 所以从小就能看到 这个人有没有佛报 有没有善根 都能看得出来 从经典里面 世证给我们介绍 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极乐世界 就是大涅槃的境界 这一次我在医保 遇到一位小臣的法师 这个法师修行很好 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 经养 持戒很严 日中一世 他来问我 大小臣里面所讲的灭盘 有什么不同 因为他受的是小臣教育 小臣对大臣排斥 大臣经论 他们认为不是佛说 大臣非佛说 佛所讲的都是小清经 对大臣法不能接受 不能相信 他们需求 这一生当中 通过禅定的修学 证得阿罗汉国 我说没错 小臣的经论 早期传到中国 中国把它翻成汉文 现在大臣经上 大臣经里面保存的小臣经 四阿罕 数量相当完整 跟巴黎文的小臣藏 过去有人做一个比较 他只比我们汉语本的时候 多了五十多部 两三千部经典 相差五十部 这数量很小 由此可知 小臣经流传到中国 是相当完整 他问我 为什么大臣 没有能够流传到 这个 泰国西兰 没有流传到这边 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相隔这么多年 两千多年 我不是研究历史的 我不知道 如果据我们的推想 从理论上推想 佛教化众生 应激说法 每一个地区众生 根性不一样 你们喜欢学哪一样 佛就会把这一部分介绍给你 当然这个介绍都是后来的佛的弟子 你喜欢哪一样 介绍哪一样 那么同样一个道理 大臣在中国有八个宗派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宗派呢 还不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吗 喜欢学华言的 华言宗 这个地区专门 研究这些经论 你有这个秩序 跟他们志同道合 那你就到这地方去吧 喜欢研究法华的 你就到天台山去吧 我想应该是这样 可能这个南洋 这个根性欢喜小臣 所以小臣经流通到 流步到你们那里去了 东方人的根性 是何于大臣 欢喜这些东西 所以那一部分东西 又流传到中国 我想应该是这样 这是我们从理论上推测 我给他解答 那么要怎样才能称福 他说 佛在经上说 佛要不把众生度尽 就事不称福 我现在还是凡夫 他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称福 这个问题难住我了 他怪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就成佛了 我还没有度 你为什么成佛了 他说的很激动 然后问我 什么叫成佛 这个问得好 他要把我所答复的话连起来 他就会懂 什么叫成佛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 就叫成佛 所以我从经典教义 跟他说 对于事出事件一切法 再不执着了 执着断掉了 你就成阿罗汉 事出事件一切法 分别断掉了 不再分别了 你就成菩萨 对于事出事件一切法 再不会起一个妄念了 你就成佛了 这是佛在经上说的 他的分别执着很重啊 不会证阿罗汉 必须放弃一切 分别执着 才能证阿罗汉苦 你看看 还埋怨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没有度他 释迦牟尼佛说的话 不算数 我也都要跟他说说了 佛度众生 这经上讲的 常说的 佛度有缘人 佛不度无缘人 有缘的人统统都得度了 他成佛了 为什么没度你呢 你没有缘嘛 你不能怪佛 你没有缘呢 这个话他听起来 还不好懂 我又举个比喻 我说 比如我们带着一个篮子 到果园里面去摘果实 比如我们去采桃子 树上借了很多桃子 这个桃树上借的桃子 不是同时都熟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那看看哪个熟了 先则哪一个 没有熟的呢 过两天再来则嘛 那个熟的 就是先得度的 没有熟的 就是没有缘 就这么回事情嘛 一定要懂得 在当时 你们还没有成熟嘛 希望以后什么时候成熟了 佛什么时候就来度你 这是经典上说的很多 佛是门中不舍一人 你一个人成熟了 佛也要帮助你成就 很多人成就了 佛就用印身 印身来度你 一个人成熟 两个人成熟 佛用化身 我们在历史上都看到啊 都见到啊 这就叫佛度有缘人 那么什么叫有缘呢 我们很清楚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了 有缘 还有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缘 那缘没成熟 什么时候看看 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断尽 富就来度你啊 所以极乐世界是大涅槃境界 不是小涅槃 阿罗汉所正在的涅槃 小涅槃 拼真 涅槃 这大陈经上讲的很多 但是小陈经上没有 没有说 读经也不是个容易事情 所以华也 大制度论里面 都有说 佛话无人说 虽知莫能解 必须要有真正修行 真正正果过来人跟我们讲解 我们才会懂得 解释的时候也有 什么原因呢 妄想分别执着 没有方向 会把意思听错 解错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三种大障碍 这个障碍不去掉 我们怎么能成就 这三种障碍去掉了 涅槃就消除了 智慧就增长了 所以古德 古德在这段经文里面 也有一个问题 即使修阴赶果 也应当 又开始 怎么可以说 非英非国 尽力常然 无衰无边 这个问题 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疑情 所以小义这小物 大义这大物 修阴赶果 是时觉智 开始觉悟了 尽力常然 无衰无边 这是本觉之理 从时觉到究竟觉 本觉之理 从来没有改变 所以古人才讲啊 若得时觉 环同本觉 我们要懂得这个话的道理 若得时觉 不同究竟 跟究竟觉不一样 但是跟本觉是相同 因为你时觉觉得什么 无非觉得是本觉嘛 你觉得本觉是不圆满 究竟觉是本觉圆满 本觉没有先后 本觉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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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牙 本觉是本觉是月球 究竟就是什么 究竟就是事物的满月 你们想想 初三初二的月牙 没有离开月球 到满月的时候 还是一个月球 月球没有分 没有满 实觉跟究竟觉呢 是有分有满 实觉是不圆满 究竟就是圆满 诸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所以 佛在经上讲的 若得时觉 环同本觉 这个话你就懂了 那么这是讲 一个修行人 他正古 是分分所正的 分分所正的 都不立本觉理体 离开本觉理体 那是邪觉 那是错觉 那不是真智慧了 不是真正觉悟了 所以 看起来呢 好像是有时 有宗 到你正得的时候啊 都是一个月球嘛 不是两个吧 所以叫 十本不二 本有常诸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这些意思 黄念族居士 注决里头有 你要细心去体会 你能够体会得 很有受用 这个黄老居士 也非常难得 他在这一段后面 引用一些科学 来解释 解释的也很好 说明 极乐世界 是个法信徒啊 是如来 自信里头 变现出来的 那么他说的这些话 没错 我们后学的人 要特别留意 那就是 极乐世界 跟我们现前的环境 差异在哪里 我们必须 从这些地方 去体会 极乐世界 是法信徒 难道我们这个地方 不是法信徒吗 离开发信 就没有徒可得 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我也有人说 我们这个发信徒啊 已经变成了 发象徒了 试问 发信徒 是不是真的会变成 发象徒呢 听到好像 有道理啊 细细一想啊 就没道理啊 为什么呢 信像是一意不稍二 这才是真话 由此可知 我们真正问题出在哪里 出在我们 这相忘了信 正如古大德了 说性向关系 说性向关系 用比喻来说 用这个比喻来说 一金做气 气气皆金 比喻来说 一种发象 比如我们用黄金 做成这一种佛像 金跟这个像 是一不稍二啊 力量金没有像 力量像没有金 金跟像是一不稍二啊 明白的人知道 像就是性 性就是像 这叫尽性 明心见信 见信呢 这个土是法信徒了 那就是见利常然 无率无边 可是一些人呢 他不见信 他没有见到经 他只见到像 这是一种佛像 你要说是 我那里有多少黄金 你给我拿 他找遍你的房子 没有找到黄金 因为他看到佛像 他不知道这个像是金 你们家里面的房子 你们家里头这个房间里面黄金很多 但是都做了种种器皿 这个杯子也是黄金 碟子也是黄金 桌子也是黄金 他一看你们家里黄金没有啊 都是有一些桌子玩了 佛像什么东西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就是黄金 我们今天就像这种人一样啊 不晓得山和大地 一切众生是自信的 什么时候你要真正恍然大悟 明白了 才晓得 发现图跟发像图是一不少 真正明白之后 我们这个世间又何尝不识 尽力常然 无衰无变嘛 何必一顿到极乐世界去找嘛 眼前就是啊 我们现在这种妄想分别之者 到极乐世界也找不到 常然无衰无变也找不到 所以说佛 佛在经上常常劝勉我们 神结义取 你解得不够深不行的 他这个地方所讲的 让我们比较好懂 他说西方极乐世界 是发现图 不像其他世界 是微尘狙击的一核像 这金刚金山讲一核像 核是什么 组合 佛经里面讲的微尘 微尘这个意思 我们不懂 我们听说微尘 以为是很小很小的微尘 其实不是 佛讲微尘 佛讲微尘 这个是比喻 极其微小 物质 极其微小的物质 他这个里面就讲到了 他说 现在科学家 所知道的 这个最小的 这是粒子 我们叫原子 电子 以为电子是最小 现在又发现 比电子更小的物质存在 叫夸克 这是我们过去在美国 常常听说的 那么夸克是不是最小的呢 科学家不敢断定 也许将来仪器更发达 又观测 观测出来 比夸克还有小的 这就很难说了 所以 佛说 虚空 世界 一切万物 都是由最小物质 组成的 组合的 它组合也很有秩序 排列成秩序 这个是科学里面称之为分子 由分子再组成元素 由元素组成了这一切万事万物 这个叫异火相 异火相 实在上讲的是法相 佛告诉我们 法相不是真实的 法相是有生有灭的 什么力量 在主宰着法相的生命 佛在经上讲的是念头 花言上说 一切法从心相生 心相是个念头 心 能心 为心所信 为时所变 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念头 妄想分别 由妄想分别 就把法相改变 改变了它的组织 使它产生变化 因此才有十法界一真庄严 摄法界一真庄严 是法相的变化 法相没有变化 就如同这一块黄金 我们喜欢把它造成佛相 哪一天不喜欢呢 把这个佛相融化 我们把它造成一个菩萨相 这是法相上产生变化了 那个黄金没有变化 法相上没有变化 因此 因此祝福如来 他们是尽心不折相 所以说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这个说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从法相上说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华言经上又说 情与无情同源种之 这是从法相远远满上来说 不但动物本来成佛 植物也本来成佛 矿物也本来成佛 无有业无不是本来成佛 说得更究竟 说得更远满了 我们不了解四世真相 还分我分你分他 天天还在吵吵闹闹 还要打架 打得头破血流 不知道是一桩四情 就好比一个什么 这个说起来就很难听了 人发狂了 左手跟右手打 打得手头破血流 自己不是外人 世间人乱哄哄 闹成这个样子 就是自己左手跟右手打架 大拇指跟小拇指打架 就干这种事情 所以佛眼光里面看起来 愚痴 愚痴到了极处 他这个末后总结结得很好 但是他讲的时候 极乐与灭 解非如是立子之所臣 具体解释如来妙心 当人自信 故不生不灭 无衰无变 凌然常住 总结在 如无为心 那么他所说的 这是黄老巨书所讲的 跟我刚才所讲的 有一些出入 诸位要细心去体会 细心去比较 同样是一步进 自古以来 许许多多大德做的注解 看法 讲法都不尽相同 过人有过人的道理 都讲的有理 都讲的没错 我们从这个里面 去细心去体会 去观察 就开智慧了 不能够 不能够 拘泥于一家之业 要知道 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总原则 佛无有定法 可说 这才讲到究竟圆满了 无有定法可说 不圆满了 无有法可说 我们从无有法里面 体会到世尊的真实说 这是开经记里面讲的 运结如来 真身也 古来祖师大德 过人有过人的悟出 悟得寝生广霞 过过不相同 有人悟得身 有人悟得寝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不要执着 执着就变成自己修学 重大的障碍 一定要细心去领会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这个一定要修学大臣 大臣里面有真智慧 有真实受用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给ert 9mm 4mm 4mm 7mm